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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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今天 艷陽高照 看看 今年的 事業寫 已經開始戰化了 那 事業寫呢 是油童 那 山葉寫是 流書 那山葉寫呢 本身我是沒有拍片 因為 覺得 那時候比較有意義 今天剛好出派遙 就大家 先來看看我們的事業寫 那這一顆事業寫呢 是我經過一些 時間 將近十年的 栽種 才有如此大的規模 那我也給它矮化 這矮化的過程就是希望我能夠 信手拈來 也就是說 不用爬到很高 我就可以摸到它 這也是 我為什麼 喜歡這種東西的原因 也就是 你要把它弄到 近距離可以觀賞 那才叫做美 如果它高聳在樹梢上 當然也是一種美 但是呢 它掉下來的時候 就已經不成型了 那高高掛在上面的 就如同我們家霍山的這一顆 那 它高聳露天 那本身來講 它有它的缺點 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它的缺點是 因為 油桶的樹幹呢 很脆弱 它很容易就會折斷 所以 在房子周圍呢 你就要把 油桶呢 變矮 那你如果又想要擁有它 那裡唯一的方法就是什麼 就是把它矮化了 好了 今天是我們介紹 事業一些 油桶花開 那 這段時間呢 應該 維持兩個禮拜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這禮拜 跟下禮拜 是 油桶花季 最佳的賞花時間 如果大家有機會 想踏青的話 不妨去走走 這 桶花 秘境吧 好了 我們今天的片子就拍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請 scholarly 甩 我們 要